这节课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用PS软件修复人物双下巴 一样的先讲原理再讲操作 我们是需要先将脖子的这一部分选出来 然后给它向上提 去掉脖子上的这一部分肥肉 然后再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操作分两步 第一步选择脖子 消掉这些肥肉 选择的时候是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钢笔工具 大家注意钢笔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在路径的状态下 属性能布尔运算这个位置选择的是排除重叠形状 钢笔不清楚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老师往期的保姆级教程哦 使用钢笔工具先加一个点 然后再在下巴弧线的这个位置 鼠标左键按着别松手拖拽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下巴的弧度了 同样的道理在另一侧加一个点 大家在使用钢笔选择的时候可以多选一些 因为一会儿是需要将脖子的一部分内容去替换这一部分肥肉的 注意手尾相接 选好之后路径变选区 它的快捷键是Ctrl键加回车键 为了让选区边缘融合的更加自然 我们是需要从选择菜单栏下找到修改 给它设置两个像素的语化值单击确定 接下来就是将这坨肥肉移上去 选中背景对应的图层Ctrl加J复制两个层 大家注意上面是肥肉 下面的这个图层是脖子的轮廓 那我希望移动肥肉的时候还是在这个界线之内 所以我们选中肥肉对应的图层 按住Alt键不松手 在这个图层的下方的位置单击 就可以向下创建剪贴蒙板 这个时候不管肥肉再怎么动 它都会在这个脖子轮廓的这个界线之内去动 然后Ctrl加T找到自由变换 鼠标右键有一个变形 鼠标放在这个框框的内部 咱们向上去拖动这个肥肉 大家注意在拖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穿帮 先不用管它 总之肥肉消失了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们会去修复这些穿帮的 到这里肥肉就都消失了 然后回车键确定 接着第二步就是修复穿帮了 选中最顶层 概应可见图层 它的快捷键是Ctrl-Auto-Shift 同时按下加E 左侧工具栏的位置 鼠标右键 展开这个抽屉 可以找到修补工具 我们使用修补工具 鼠标左键按着别松手 将这个瑕疵圈起来 然后给它丢掉 丢到哪里 可以复制哪里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修复这种 衔接不舒服的穿帮 以及脖子的颈纹了 快速演示一下 穿帮修复完毕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让整体的造型更加自然 首先就是给它塑造一下光影 用的是中性灰的方式 选中对应的图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 倒数第二个小图标 创建一个新的空白图层 咱们是要在新建的 这个空白图层上 做光影修复 然后将图层的混合模式 改为柔光 改成柔光的目的是 当我涂黑色和涂白色的时候 起到的是一个 加深减淡的作用 不会影响画面的纹理 然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 找到画笔工具 它的快捷键是B 那我们需要将前景色和背景色 默认为黑白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小图标 接着就是画笔属性的设置 如果大家用的是鼠标的话 你的不透明度和流量 都要设置成10以内 然后鼠标右键 咱们把它的硬度也调到最小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重新塑造一下光影了 咱们可以压按这种 脖子和下巴交界的地方 让下巴的界线更加明显 快速演示一下 光影修复完毕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下巴的轮廓造型 让它更加自然 一样的选中最顶层 再次概应可见图层 Ctrl-Auto-Shift 同时按下加E 这一步叫做液化调整 咱们是从滤镜菜单栏下 找到液化 这个菜单命令 左侧工具栏的位置 找到向前变形工具 我们使用液化工具 快速调整一下它 液化不清楚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老师 往期的保姆机教程哦 做好之后 回车键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调整之前 与调整之后 你学会了吗